苹果之星擦身美国第一夫人中性艺人始祖自曝有积极的女人。 资深歌手坎蒂前世台湾中性艺人始祖,1992年出道引女装饰人,曾引起话题,却也遭遇欺视,被华氏封杀,父亲也不谅解,她曾问我要不要看心理医生。 多年后父母释怀,尊重她的性别认同。 她强调自始自终都没动变性手术,原因是担心没性高潮,开玩笑自己是有积极的女人,照常交男友,也有性生活。 不过多年来感情不顺,她看很开,未来想推动五子公俱乐部,盼待李玉姆复制人合法化,能拥有自己的小孩。 坎蒂受访当天穿着裙装,化妆及乳勾比出道时风润许多,声音与拘手投足比女人还要女人。 当年她的造型被设为前卫,原以为只是舞台效果,但私底下的她也穿女装,甚至上女侧。 她分享一个趣事,当年上节目宣传,原本都上女侧的她,突然看到像黄耀明,没想太多就冲击男侧,就是为了跟黄打招呼,但黄见到女生站住上男侧,吓到说不出话,她可能以为我走错了。 她的感情生活不受跨性别影响。 她说,她的爸妈知道我的状况,我们也讨论过请代理一母生孩子。 可惜后来双方因远距离,最后仍以分手收场,这是她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恋情。 她笑说自己不像表演者,跨性别只在舞台上,多年来是全天候跨性别,内心认知自己就是女人,穿女装性生活正常。 对于过去的性经验,她并不避讳,还分析男生们知道她真实性别的反应,有的男生跟她发生关系后发现不是女生有吓到,有些男生则完全不知道自己跟男生做爱,还有的知道后抱住姑且一世的心态,反应则是惊喜,甚至还因此一世成主姑。 至于不做变性手术原因,她给了直白的答案,听说有很多后遗症,可能就将来没有性高潮了,所以这不行。 她的外表比女生还要妩媚,自曝2003年在纽约看沙拉布莱曼演唱会,曾被现任的美国总统川普搭闪。 当时她的老婆还是女友,坐她旁边,我坐她后面,她一直转过头跟我聊天,整个演唱会都在跟我聊天,演唱会完了,大家走了,川普先生又回来,跟我说再见,我的朋友就起哄说,哦麦,狗,你要住进川普大楼了? 他对川普印象很好,不会很诸葛,很神仕,我相信有一天我们遇到,他一定会认得我。 因为是男儿生,他没子宫,却仍渴望有小孩,当前台湾法令不允许,他盼望未来代理育母合法化,甚至更想以复制人模式拥有小孩,我的基因这么好,复制一个人就好,巴巴拉市翠山已经复制一只狗狗了,现在科技也可复制人,只是还没合法。 他计划复出歌坛,日前先将过去代表作《华丽的冒险》等专辑重新制成CD出版,同时在Apple Music等数位平台发行。